一开始我以为那是一个梦 我坐的公交车爆炸了 那些乘客什么都不知道 死亡只是一瞬间的时间 他们连疼痛都感受不到 我们要面对恐惧 那怕死有错嘛 军利弊还不是人的天性嘛 我做不到你这么善良 我就 我就是恶劣嘛我 如果时间不提前的话 月光驯抚每一头怪兽 那循环是不是也结束了 那 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相守的机会 那也是这次人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 而且现在他们对于我来说 已经不再是普通的陌生人 他们说 要结了你的狂怨就像洒掉了无垢 其实我也想要活下去 我也是人为他死的死 就让我们遇到了 最后一次 我们下去了 我们下去了 你抓他 又是我们的 和你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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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于平凡的 不算英雄 不始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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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玩不始终 爱你对之我绝望 恐恻感她忽一弹 爱你破烂的异香 却感不命运能强 爱你和我那么像 却好都一样 时吗 哎呀 你们要突然到现在 这些 Ciao 是我快 完了 也许你 梦 冲了如天雨后 谁胜在光迷的 才算有了 但是我觉得 如果能救下这一车人 就是我能想到 做出格作证位子我的事情 爱你孤生的玩笑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着我追望 不肯哭一场 爱给来自于满旁 一生不解释的光 你将造你的城邦 在被虚枝上 去吗 去啊 你最卑微的梦 站吗 夹那 你最不高的梦 直到黑夜中的屋檐一路后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